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省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上获悉 2012年江苏水稻生产机械化、捷杆还田水平、农业合作社建设和农机跨区作业收入等多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其中全省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2% 高效涉事农业主要生产环节机械化水平达到45%位居全国首位 全省已有7个省辖市、41个县市区基本实践了水稻生产机械化 全省盗卖捷还田面积超过2400万亩 超额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的还田率35%的年度目标任务